假如你的预算在2000块 相机要好 性能要有 商务应用 更是齐全 这两台手机 我觉得应该是 蛮不错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有关 三星A52s 跟OPPO Reno7 5G 这两台手机 到底能插出怎样的火化 因为在相机 配置 性能 各方面都非常相似 可是在价格方面 只是相差那么100块钱 那么100块有相差多元呢 so 今天一一来跟你们说到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设计 OPPO就采用自家的技术 OPPO GLOW 可以是夕阳 也能是海洋的配色 在上面还有一些拉丝纹理 在披上雾面铠甲 so 整个设计感 看去非常的丝滑 而且是采用双曲面工艺 握在手上的感觉呢 非常讨喜 三星A52s 它就继承历代的血统 长得是very的simple 在设计的新衣程度呢 可能三星就没有那么创新咯 它的手感呢 是比较偏四方型的 然后去到前屏呢 OPPO是搭载了 6.43寸 AMOLED FULL HD PLUS 挖孔全屏幕 三星的话 则给你6.5寸 大了那么一点 然后是 Super AMOLED材质 一样是FULL HD PLUS的分辨率 so 在手感方面 三星可能会稍微偏厚一点 讲究手感的话呢 诶 OPPO的手感的确也比较好啊 三星的话稍微薄一点啊 如果是男人的手的话 可能应该是比较OK 嗯嗯嗯 峰值亮度也一样 800Ni so 在视觉效果方面 这两台基本上都不向上下 不过在扬声器方面呢 三星是给你双眼 OPPO Reno 只给你胆养声器 在刷新率方面的话呢 三星是给你120赫兹 OPPO 则给你90赫兹 双双都是采用 Optical Inscreen Fingerprint 一点就立马解锁 看去 科技感满满 不过在相机方面 哦 这两台手机 真相机 因为他们都是搭载64MP主色 人像拍摄 背光拍摄 风景拍摄 夜晚拍摄 两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演算法 看去各有前授 试试试 1 2 3 1 2 3 看到它的人像模式的差别了吗 因为OPPO有 人像模式 Videograph哦 当你Videoring的时候 你会看到 虚化的效果 然后你要再看一下 Samsung讲一下 Samsung的话应该就比较偏暗哦 会吗 对 偏暗一点 因为我现在背光 它有自动HDR 只要你开启人像HDR 它的后面 Become Black and White YEEE Optical 还有一些人像模式 拍摄 一开启 哇 整个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Samsung就没有这一类型的操作 所以可能会比较单调一点 在一些角度下 三星有自己的特色味道 So 拍起来的话呢 它的照片偏于比较新鲜一点 比较flash And then OPPO拍摄出来的演算法 比较有一点点的那种少女的气息 这样子 整个照片看去很清新 可是在背光的情况下呢 三星的感光还是会比较差 That's why啊 我才知道OPPO这样多演算法啊 很多女生就是看到OPPO就 哦 吗叫OPPO这样 对 就是它是自带美颜吧 啊 不用去下载什么APP那种 去到夜晚的时刻 你的背景许多灯光 你就可以利用它的 Pocketflare effect进行拍摄 它会把后面的灯光给灿烂化 让人像跟背景分隔分明 看去层次感非常强 And then 在夜晚拍摄的时候呢 OPPO的识别颜色会比较准确 三星的话不知道是演算法的问题 然后它会把主要的黄灯呢 给提亮哦 代替整个画面 So 拍出来的整条桥呢 就是黄黄的样子 这个问题就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后期更新 给优化掉这个问题啦 不过在压光方面 三星就处理的比较妥当一些 而且噪点问题也会比较低 So 在拍摄方面各有前求 就看你喜欢哪一类型的风格 And then 去到性能的表现 这两台手机都搭载中端处理器 Reno 7 给你天际900U 三星的话则是骁龙778 这两颗处理器在跑分方面非常接近 首先我们来个安兔兔 Reno 7 为430千 三星为510千分 And then 去到3DMark Reno 7 的分数平均维持在2000 稳定性高达99.5% A52的话最高分为2400 最低为2100 稳定性86% And then Reno 7 的单核跑分为770 多核为2800 A52则是690 跟2100的多核跑分 以跑分来看 的确三星比较高 可是在游戏的表现 更能觉得 And Reno的跟手性 延迟率 触控率 都会比三星来得更优越一点 首先我们来个和平经营 这两台手机都能搭载 1544的五格极限真屏配置 So在画面的流畅感 基本上这两台都拥有着不错的表现 可是在触屏方面的话 由于Reno 7有Game Center 在那边你可以 可以把性能全开 在跟手性方面还能调整 那个灵敏度呢 是调成高 所以在触控起来 反应会比较快 微拖动画面的时候 也比较顺 尤其是拉枪的时候 那个感觉更是直接 如果是三星的话 虽然它也是有一个Game Center 就是在触控方面 微拖动画面的时候 那个幅度会有点大 And then在拉枪的时候呢 就感觉特别明显 And then去到王者 只能搭配2、3配置 帧率方面 这两颗处理器 基本上都是算蛮稳的 平均帧率呢 维持在58到60之间 Even是1 over 1 hour 平均温度都在40度以内 And then去到续航能力表现 这两台手机 同样都配置了4500mAh 可是在充电功率就不一样 三星呢 它虽然是给你 Super Charge 25W的闪充 可是在它盒子 给你15W的闪充插头是怎样啊 透明壳也没有给啊 你知道吗 要买它的壳是喜别困难啊 这个我真的要吐槽一下 应该那个壳呢 要像之前这样 一样招送给我们啊 你知道买壳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吗 如果是OPPO的话 就舒服一点 它给你65W闪充技术 也配备了65W的插头 也给你透明硅胶软壳 目前OPPO Reno7 5G 它是配置了8GB RAM 256GB ROM 大马落地价为1999 三星A52S 同样的配置 售价为1899 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 假如说你喜欢拍照 喜欢自拍 日拍夜拍天天拍的话 我觉得OPPO Reno7 5G 的确能给你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三星的话 在画质方面 基本上也没多大毛病 可是它整体的表现就规矩一点 规规矩矩 没有多余的 pattern 所以就看你自己怎样去选择啦 but then 我相信如果是JUBO的话 应该都比较爱OPPO嘛 毕竟它的设计看去非常少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好说的Mr.杰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